好,来看到呢,这是最新的政策 因应的五都的成型将会带动全台湾区域的整合 内政部呢,打算要推动建构五都跟桃园县快速道路的系统计划 跟地方政府共同要投入600亿元 在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、大台中、大台南、大高雄六大都会呢 分别要新建两到三条的快速道路系统 而且呢,是以两年内开工四到六年之内完工为推动的目标 初步的规划呢,新建的费用是由中央来支付300亿元 地方政府负担另外的300亿元 这是今天的最新的消息